最后我们说一下关于运维的事 这个运维呢 其实是更靠近于这个服务器那边 服务器不管是硬件 还是同一段服务的软件来说 其实跟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代码 已经关系不大了 所以说运维呢 应该交给专业的运维人员 或者运维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应该是我们这种代码开发的人员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一般是有专门的OP人员 所以OP就是运维人员 或者说部门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说服务器的一些 比如说整个服务器的内存监控啊 硬盘是不是买了 CPU是不是报警了 这些大家可以去关注 但是这不是你的本职工作 这也不可能未来成为你的核心价值 做这件事情的人会有专门的OP来解决 他们有专门的工具 专门的套路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我们专业很多 所以这块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 但是千万不要花很大的精力 去在这件事情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在当公司的话 比如说像PAT 或者说像头条啊等等这些 一线互联网公司 他们肯定有专门的运营团队 而且他们有很专业的运营团队 去搞这件事情 根本不用你来关心 所以说你不用去管 另外就是中小型公司呢 中小型公司的话 你如果是没有自己的运营团队 那我也推荐你去使用一款运营服务 比如说阿里云的诺度平台 等等这些 就是千万不要去干自己 不太擅长的事情 这样的话 第一个你干不好 第二个可能因为你干了这些事情 耽误了本应该你干好的 其他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我给你还不如花点钱去 这个钱其实不是很多 相对于我们现在的人力成本来说 现在一个程序员一个月多少钱 你相对于这些钱来说 一个运营团队上去做一个 借用他们的工具来做一个服务 这是我推荐的一种方式 OK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就是PRM的核心价值 这个一定一定要去明白 就是这个比PRM的使用 PRM的核心价值比PRM的使用还要重要 PRM的核心价值 进程守护 以及多进程的启动 以及这个线上日志的一个记录 这块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PRM的常用命令配置日志记录 这些大家要明白 就是我希望的结果是 你听完这个课之后 或者说你做完练习之后 比如说半年之后 第二条你可以忘掉 常用命令配置日志记录 怎么去配啊 怎么去写啊 这个你可以忘掉 你可以忘得一干二净啊 因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学过 你再回头去查 很快就能查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PRM的核心价值 你不能忘 比如说半年一年 一年半两年 你都不能忘 因为忘了代表 你根本之前就没有学会 根本之前就没有理解 这种事情是你理解了之后 就永远都忘不了 最后是短进程 短进程怎么去配置 还好说 跟上面是一样 然后最关键的是 它为什么要使用短进程 以及使用短进程之后 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讲到这之后 我们这一章就讲完 这一章讲完 其实这门课的一个 全部的内容都讲完了 然后内容很多 干货也很多 我相信大家收获 可能也很多 最后呢 我们会在下一章 我们会对本课程的 所有内容 做一个串讲 这样的话 帮大家去 微谷之心嘛 把我们之前讲过的 所有内容 一个流程 知识点 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全部都串讲一遍 然后这个课程 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 感谢观看